音樂 希望能夠再脈絡化 也就是再重新把藝術品 它一路過來怎麼樣創造 或者是跟環境 應該可以跟團體結合 這樣的一個情況 重新再建構起來 但是為什麼要前衛呢 是因為這些前衛的東西 將來就是變成山內大學的歷史 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博物館 如果保存文物 然後保存歷史知識是不夠的 空間呢必須是能夠啟發想像力的一個空間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想這個團隊的組合很重要 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界的一個領導 你在與當事人這個出席聲談之後呢 你會得到很多啟發 你會想到有很多 你從來會想到的一些觀點 我的領導方式呢 是一種非燕領導 非燕領導 非燕領導就是說那個燕子 往前飛的時候 前面一個是領導的 可是他飛兩三間以後 他就跑到後面 換另外一個去領導這樣子 我認為這種方式呢 是滿民主也是滿自然的 有領導力呢就是對我來說 在我們的工作崗位上 就是希望把不同的人全部凝聚在一起 而且是一起因為受到音樂的感動或是感召 所以就可以在一起 很重要就是你要找到自己 自己最真的你自己的那個Style 你才可以把這些人 用你自己的Style去凝聚他們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期待新的展覽 因為新的展覽會帶給你知識嘛 你就知道一有一個 一有一個厲害的人物要來 或是一有一個展覽要來 所以非常期待 所以他們那個熱情會出來 能夠帶著更年輕的 或是你們自己呢 創造出很好的這個展覽來吸引自己 讓自己呢 工作更有一個熱情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領域呢 其實就是把不同的崗位的 不同的責任的人全部放在一起 然後希望在台上 或是在展覽裡面 呈現出最好的一些成品出來 所以溝通對我來說是最困難 而且是最有挑戰性的 我想呼籲大家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會從內 或者你們現在也就是 文化界的領導者 你們都必須就是抓緊時間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出來 也就是英語說的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 風格逆 真的 可以 因著 transp明 也不會